文具在裡面 把證知道也放在裡面 其實這樣的感覺就是覺得 我跟古代文物 跟衣食物語 又更進一步那種感覺 其實可以產生互相的呼應 其實東京算是最會操作 奧彌的一個地方 所以什麼都可以賣 董哥我們來看到 過去年代導遊 這麼多觀光客 在比較的同時 其實各大博物館 都有他們的長處 這滔金的熱潮 現在文創的商機 越來越發達的同時 有沒有看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像我們 我這邊有2012年 人氣最旺的幾個博物館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像羅浮宮的博物館 它在巴黎 你們去巴黎都去幾天 有沒有人去巴黎一天的 應該不可能吧 有個單一城市 可以待比較久的 巴黎、紐約 你看這些城市 都是可以待三天、五天最少 你一規劃不是三天 就是五天 甚至十天都有 為什麼 因為它從不同的博物館 從不同的景點 它把整個關係串連起來 你看羅浮宮旁邊 方圓三、五公里以內 你要住房你多困難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是 你只要每到一個景點 要超過兩個小時以上 你一定要停留 車一定要停 為什麼一定要上洗手間 是 你超過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一定要吃飯 上洗手間通常就要喝個咖啡 買個紀念品 吃飯就必須要有餐廳 然後如果你在那邊要待上 兩個、四個小時的這種時間 你就一定要住了 所以它一定要有百貨商場 一定要有其他活動 那其實台灣的故宮是很可惜啊 因為它其實有四百多萬人來了 所以你覺得應該有旅館在旁邊 反而更好嗎 其實周邊有許多不同的博物館 都可以串連起來 可是你看看我們故宮 旁邊連公車都沒擠開 對 大家都要坐有來車才方便 然後都是團客、團進 然後像大陸貴賓或日本貴賓 我們帶了就是 團進團出 團出 直接到 可是當地只有一個故宮精華 故宮精華能坐幾個人 沒辦法 或者是一個 之前有淡載麵嘛 是 能坐幾個人 坐不了幾個人 如果周邊是有美食街的 有哇 這個整個商機 你不一定要在故宮裡頭 你可能周邊兩三公里 三五公里 用車用不同的方式把它串連起來 其實這個蘇運可能一天 現在故宮只能要 容納2500人 也沒辦法再擴展 可是未來可能有不同的展 不同的展覽 或者是 幾個博物館策略聯盟 像旁邊有好幾個博物館 整個策略聯盟起來 其實說不定這裡一天 可以同時蘇運 三四萬人都有可能 就像一個展會一樣 其實這個就是最大的商機 然後我除此之外 我跟大家介紹一個 大家都說故宮應該提高門票 其實提高門票 不見得是一個出金商機的方式 但我們控制人數 可是他如果一定要來 你一千塊門票他也會來 其實不見得能控制人數 那其實故宮最大的收入 不見得在門票 因為現在一張160也沒有太多 對 它都在周邊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這在Washington DC 史密森尼博物館 對 它是一個學會 對 它裡頭有19個博物館 你只要在DC裡頭 或在其他地方 看到這個標誌就是免費 可是那周邊有很多的餐廳 有很多孩子玩的地方 整個整個賺錢 因為一進去這個博物館區 沒有人在待什麼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不是車一進去就放掉 不可能一進去什麼航太博物館 各式自然博物館 一進去就是一整天兩個整天 甚至三個整天 你會帶起飲食的商機 飯店的商機 各式各樣商機 甚至機場啊 各式交通的商機 其實我覺得故宮應該是可以考慮 往這個方向 或整個政府 可以做一些策略聯盟的方向去走 好消息它是今天開了啦 因為過去兩個禮拜 美國在政爭嘛 它這無預警的關門 兩個禮拜 很多光它碰壁了 雖然不要錢 但是今天開始開放了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像剛剛所提到的 這些周邊商品的價值 可以創造無數的商機 然後重點是什麼 有些展覽品它不是只展 全部一起出來 像日本它只展真品 然後一次Rotel一個展期是三個月 然後下個月才換那個冥王 然後下個月換什麼 所以換不同的東西出來 然後讓人一直不斷的再來 所以我說我去年去過 可是我這次來 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商品 不一樣的展品 然後在那周邊有很多的電影動畫 有很多的教材 然後有很多的故事 或者是很多展示中心 讓人把錢留下來才是重點 除了常設展之外 也要常常辦特展 或許有主題的規劃 更有相機 所以稍後來看 三大故宮哪些優缺點 各來比較 馬上回來 不管什麼產業 台灣人都很喜歡說 某一個產業是台灣的驕傲 所以上文創產業 博物館 台灣也非常的突出 北京的故宮 沈陽的故宮 跟台北的故宮 其實董哥比較起來 可能台北還勝出 對不對 如果以建築來講 台北故宮就是四個口 一個大 所以是氣物的氣 中間是一個比較大的口 旁邊是四個口 然後我個人認為 其實本心而論 我們的建築跟人家怎麼比 其實很差太遠了 不是比建築 你知道北京故宮 大概有五個中正紀念堂這麼大 因為紫禁城啊 完全沒奔房地 很多人都以為 北京故宮以前是皇帝住的 其實不是 是沈陽故宮以前才是皇帝住的 你看沈陽故宮是滿族的建築 其實我們的氣物真的也沒有北京故宮過 我社長最清楚 可是因為當時我們從大陸撥遷來台的時候 帶了 因為要帶來的東西可能都要挑過 所以帶來的東西都還不錯 所以我們的亮點在這裡 CP值很高嗎 對 可是重點是 北京就是大陸現在開發的很快 實力就是他們很有錢 很有實力 所以他在各地 全世界各地也不斷的在收很棒的很棒的展品回來 那其實很多的對比 其實我覺得兩邊倒是可以PK一下 像台北就是有 假設我們在推廣富春山區圖 我們是一系列做馬廷 然後大陸是推新民善河圖 張哲端的 那以前台灣沒有張哲端 新民善河圖 那怎麼辦 我們又不能跟他借 我們就放那個院版 副製品 不…就是院版的四個宮廷大將 不一樣的 對 不同版本的 然後我們各有不同的特色的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們要到全世界各地去玩 其實要尊重當地的文化 不要老覺得自己很好 如果你自己很棒你就不用去了 其實最主要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從各有時候去英國 也會看到大陰博物館嗎 對 我覺得這個大陰博物館非常值得大家去 尤其是看這個羅西塔石碑 它事實上是解開埃及文化的這個關鍵 它裡面有古埃及文 或是古埃及的另外一個文字 跟這個希臘古文 它才可以解開這個埃及文化 紙上每一筆每一畫 凡人看來都太不容易 靠右腳拇指十肢取代手的所有功能 楊淑儀從出生就別無選擇 因為黃膽太高 醫生誤診 造成運動神經傷害 腦性麻痺 她和父母從此歷經重度考驗的人生 到處都帶著氣管 人家要笑也好 要講什麼隨便她講 我說聽久就會習慣 人家要講什麼你去講 從不試圖把女兒藏起來 客家媽媽口中說任命 卻不是被關放棄 內東美教育楊淑儀 和其他三個兒女沒有不同 買回去用腳丸我就不給你玩了 我一離開 她腳伸上去 通通刮在地下再玩 我說你再次用腳丸 我絕對不買給你的 從未堅斷復健 但淑儀用腳可以夾筆 可以夾硬幣 手指卻始終沒有力氣 國中學畫後畫作塞滿櫥櫃 讓父母對她光目相看 擅長花鳥國畫 楊淑儀辦畫展出畫策 是身心障礙十大楷模 2013年還到奧利利 參加口座畫家連展 給自己新目標 學功比畫挑戰更大 所以淑儀現在每個禮拜 花六天的時間畫畫對不對 你看著她畫足以明白 這個客家女孩 就像她最愛畫的花中之王 綻放炫目的光彩了 媽媽念出她的感想 也是父母的願望 在人生里程中 人人皆有值得回憶的往事 也有人覺得無比辛酸與痛苦 而我卻覺得無比快樂與幸福 上課囉 運動三昂 無大表演做問題 運動三昂 無大表演做問題 謝謝鍾儀老師